從四月五號到四月十號 台南市本土個案共三十六例 清明年假至今短短一週 台南新增三十六例本土病例 都所學校包含國中 國小都有停課 疫情收進校園 衛生局分析發現 這波病例在四十歲以下 其中二十歲以下就占了六成一 險見以年輕人確診居多 大部分是沒打過疫苗的 所以他的有症狀的 反而八十九% 小朋友的有症狀 幾乎是都會出現 確診者有沒有症狀 是和年齡還是疫苗相關 還有在研究 不過確診病例分析當中 也指出有百分之三十六 連一劑疫苗都沒有打 臺南就有一波群聚是因為梅宇老師確診傳染給七名學生 市長就提醒有疫苗多了一層防護力 但不管家中孩子有沒有打疫苗 家長都要多注意 個人防疫措施還是要做好 華視新聞消息劉翰生 榮浩北台南報導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 最新、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